白日化的总统大选选情 牵动着立委选举战况 连柯文哲都推出了学姐黄敬营 出战要拼连任的绿营立委吴思瑶 而另一个蓝营票仓 民进党力推大佬吴乃仁的侄子 挑战现任蓝营立委 蒋家第四代的蒋万安 战况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而南高雄也不例外 上一届全军覆没的国民党立委选情 因为2018九合一选举打得漂亮 韩国瑜的母鸡带小鸡的效应 也让高雄不少的议员强将 都跳出来要绞逐2020立委 结果民调初选竞争最激励的选区 差距只有0.07% 也就是不到一通民调电话 还有一个选区的民调结果出来 支持着立刻跑到了党部去抗议 为什么 而明年立委选举的结果 国民党在高雄能够八仙过海玩胜吗 非和又说背后隐藏了一项危机呢 在2020的立法委员跟总统的选举当中 能够赢得重新执政的机会 2020将即 蓝绿两党立委参选人大致陆定 韩国欲声势厚大 带动南部选举盘势 却也让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一开始 为了谁出来选立委实在头很大 我们国民党高雄市立法委员初选的 这些人选的时候 几乎每一个选区都是罢满 不论是老将 七名先让国民党市议员都跳出来宣布 登记党内初选 比较吸睛的 还有最美助选员李明璇 靠着老爸李玉文 制作大靠山 也想当美女刺客 在凤山插旗 民调出炉了 更让参加初选的人 都像是玩心脏病游戏 吓得一身冷汗 那个陈梅雅跟蔡英雅差 百分之零点零七 零点零七是什么概念 零点七大概是零点七通 还不到一通的电话 零点零七的差距 是这次最激烈的选区 最后是由连续当选四届 高雄市议员的陈梅雅 在这儿成功出现 那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高雄一向以来 都是绿大于蓝的区域 所以韩市长我们一直在讲 他在去年的时候 真的是以一人之力救了全党 陈梅雅对上的是包括 和韩市长有好交情的黄绍婷 还有上届的同区参选人蔡金燕 三位现任市议员上演角力震 同样惊险差距的 还有左南第三选区 民调合计 胜出的黄昭顺 百分之二十九点一九 对上第二的张显耀 百分之二十八点五四 差距不到百分之一 张显耀在市党部提出身负后 还是落败 他的支持者更集结到市党部大门 来做抗议 民调不抢 民调不抢 出选不够 出选不够 会这么火大不是没有原因 回顾2016年 国民党情势正低落 黄昭顺却在这个时候 临时宣布退战 立委选拘 有得青山再不怕没柴烧 高雄市党部在选前不到三个月 另外寿命给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 对战陈菊爱将刘世芳 仓促陈军夏 是大输两万八千多票 完全改善大家 这也是左南区首度蓝天变绿地 但这回潘国瑜这只稀票大母鸡 让蓝军意气风发 而左南地区更是蓝营预测 一定能夺回的收复地 黄昭顺这时够又站出来 很难不被张显耀支持者认为 他实在太过现实 上一届来讲 因为上一届其实高雄是 国民党世纪都非常的低迷 那也没有 没有人特别出来 争这个所谓的 国民党的党内的初选 的确2016年高雄立委初选 根本没有人想跳坑 因为马执政八年 633跳票 经贸政策软啪啪 加上马王激烈权斗 国民党大师明星 绿营又长期盘踞高雄 这天时地利都不合 九个选区几乎都没有人 愿意出来参选 所以党部也说 议长拜托 你来做一个领头 是能够带动其他八个区 那时候的心境 我们也晓得说 非常非常的坚困 2016年才刚退下高雄市 议长位置的庄启旺 被寄托角逐新兴前镇领雅区 对上谢长廷的子弟兵赵天麟 这一开始 滚动市民调显示 蓝银和绿军差距都还不算太大 军公教的议员 原来是答应我说 因为我在议会的时候 包括当议长说 我也帮高雄市这些军公教 很多人忙 不过结果开盘 2016年高雄市立委九区得票率 蓝军人马全都不超过40% 全军覆没 郭企旺调查 地方上知识国民党的几乎有七成 都选择含泪不投票 为了教训中国国民党 要教训我们的总统 伟大的高雄市人民 我们勇敢地站出来 赤隔三年 港督刮起寒流势不可挡 那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士气 鼓舞了很多 现任的这些高雄的党籍的同志们 大家愿意出来承担责任 因为被韩市长也感动了 市长不盘叠 蓝军在高雄立委能插旗的地区 第一就是被视为 眷村铁票区的阻拦 而第二有望插旗的地区 是韩国瑜大胜陈起迈 三万票的凤山区 您感觉 那个是我的恐怖吗 凤山蓝营 派出刚连任市议员的李亚敬 对战现任许志杰 扶助款应该是 扶助款拜托帮帮帮忙 好吧 这个登革这个不分蓝绿了 照分析来看 属于传统地方势力的凤山 蓝绿比例大概是五五波 各自拥有九万票左右的基本盘 但市长选举 韩国瑜在这儿拿下的票 是高雄二十八区里头最高的 那么国民党要抢下凤山选票 不难 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才有办法赢得最后的胜选 因为高雄市没有任何一个区域的立委 至于第六选区 也是被蓝营看好拿下的区块 要挑战现任立委赵天霖的 就是陈梅雅 陈梅雅在日本留学九年拿到博士学位 二零一九年五月 高雄市长韩国瑜和日商签约 就是她来担任翻译打响知名度 而且前今新兴还有林雅公务人员居多 就和一大选这里有九成的里长 都是由国民党籍胜出 因为这种东西是一股作气 就跟总统候选是绑在一起 方圆相扣 然后这种方圆相扣就像去年 我们市长跟议员跟里长都一模一样 几乎都胜选了 胜选率多少 百分之九十几啊 虽然寒流带动民意海啸 市党不期盼八仙过海 不过还是有些绿道不行的区块 难以反过来 像是第二选区 且定岗山弥陀这些地带 2016年民进党邱志伟 对上高雄市副议长陆淑美的女儿黄韵涵 就拿下63.2%大胜选战 这回再批战袍 情势是居高不下 好 谢谢喽 谢谢 高雄第一选区 也就是大琪美地区 从过去得票状况来看 邱毅营就拿下59%的得票率 欢迎 她出身客家庄 又和客委会主委李永德结婚 成了名副其实的美农媳妇 也是竞选重要资源 可是有趣的是 2018年市长选举 大琪美区得票 韩国瑜就领先8.4% 那么就很难说 没有转环的余地 从我们民调的过程当中 尤其是对比式的民调 我们都很有自信 这六个选区都会胜出 除了比较艰困的大钢山 其美地区 主委庄期望相当有自信 来个大环境逆风 韩国瑜这个最强母鸡戴小鸡 立为选举 最终是不是能够全部转换变天 各方一主胸有成竹 越远越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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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事 对比这样 这个地方 我心里多腔跟他们 有什么癦